歡迎Jason Hello 今早有見 現在有見 對 昨晚在Flex裡也見 對 他在Flex裡很活躍 對 我們請到Flex的頂樓上來熱鬧樂壇 最近很搶嘴 我想問你 你每天是花多少時間在社交媒體上 其實不是真的很多 我當我這樣 可能有時回覆一下 其實就是看五分鐘 五分鐘 看盡就是五分鐘 每個留言都看到你在留言 不是 我沒有留言的那些你見不到 很多都是你 因為我有留言 所以你見到 一見到他的留言 社交媒體也會派給你 每次拍魚都要留言 對 只要你在Flex裡的Mansion 你一定會召喚到他出來 他一定會回覆你的 我回覆到那些 有時也不能回覆 每天怎知道幾分鐘 每次幾分鐘 每個小時幾分鐘 每個小時幾分鐘 每個小時一次 我想一天可能滾十多次 一次 很瘋 但你是否無時無刻 例如你如果坐車的話 不是自己開車 都會在這製作 我不會不是自己開車的 哎呀 如果自己的時間 在吃早餐的時間 很忙 在吃早餐一定是IG 已經沒有電話 分布得很好 所以你說他24小時是怎樣分布 其實我是有空的時候才會滾 但你看到很多的曝光 其實是很易複的 你有心複的話 有空想打一個東西下去 真的容易爆炸 會不會這件事會變成你 下首歌再下首歌的靈感 或者題材呢 但我覺得這件事 不會維持到很久 第一 未必 不是因為我本人 在負責上的人氣 可以維持多久 而是我本人 對這類型的興趣 是跌得很快的 立即覺得很好玩 突然有一天覺得不好玩 突然又荒廢了 不想回覆 或者有其他東西取代 會是這樣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現在回覆的樂趣在哪裏 最近就是以等人開心為主 有時最喜歡回覆的都是無聊的 但有很多都已經勒著自己不要回覆 常常怕那些人不太喜歡我回覆的方法 太難了 不是啊 有時是想回覆一些 有趣的方向 但有點串 我本身是那個傾向 他人是這樣的 我都擱著了 我擱了 我擱了交易 擱了 玩出火 我們現在就靜觀他 看看何時玩業 或者有其他東西令他更興奮 那你要利用這個平台宣傳 新歌 同事會搞定的 這方面 我就是負責日常生活的 這個 先保持人氣 這個個人回覆的情況 就是我搞的 如果有宣傳的東西想做的時候 就是公司搞的 就是由公司去想 最多在我的房間裡發放出去 我不厲害 宣傳那方面我真的不厲害 還有請了診白這麼久 你感覺到他真的很由心出發 不是啊 不是啊 我真的要宣傳什麼 我真的想回覆 還有我開直播 我真的想被人看到我 剝那個菇牙出來 我每天看到他 他很純熟的 剝那個牙 搞到有一點 我也想學他去沽這個 這個OK 真的OK 但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習慣說話 會有一點癡你根的感覺 他很生活化 很棒 但到了音樂部分 其實上一首休息 就是跟野佬合作 那時你也跟我們說過 希望今年也跟不同的單位合作 但慢慢猜不到 他找來另一個頂流 他找來Sika合作 這個又是怎樣的淵源 你們是否在Flash上認識 不是啊 其實這件事一開始的時候 即這首歌一開始 不是打算合唱的 對 但因為這首歌的demo 本身Edwin作的時候 就已經有unison的高滑度存在了 所以一開始我自己唱 自己唱 我就覺得我自己 跟自己的聲音 在一起的時候 又沒有什麼化學作用 我又不覺得我唱那個range 令到那件事好聽了 即效果出不了你 對 但也不可能是沒有高百度 因為本身這首歌的其中一個 賣點就是一個 一個Octave之分的chorus 所以就決定 找一把女聲來唱 就不要自己唱 就是這樣開始了 然後我們就想想想 看看究竟有什麼人可行 通常直接就是同工事 Mischa 黃耳 對 對 小神愛的歌也行 我們有沒有一開始想他們 又好像沒有 那誰提出 誰提出seeker 或者可能太多 或太期待 誰提出就忘記了 但這個list 就一定有她的名字 哈哈哈哈 那你是跟誰說出來的 A&R 跟Ever 跟Ever 可以試一下seeker 可能是一件這樣的事 但你之前呢 之前認不認識她 認識的 認識的 因為都撞過好幾次面 加上她本身在Viu也有一個 節目做主持 所以也上過兩次 也會見面 聊天 即是吹過水 現在就可以再玩得開心 上一次我們拍廣外論 又找了她來拍 因為很好玩 我覺得好像跟那麼多次嘉賓 最好玩是跟Sika那集 嘩 誒 困到我 對 因為我們都說Sika都幾條 是啊 我們講屎尿屁 哈哈 那集 應該是下個星期出 是不是 很大機會是 嘩 宣傳了首歌 還有綜藝節目 總要她說在那麼多集中 她覺得最好玩 最好玩 想不到 因為她也是沒有什麼filter 什麼都願意說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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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她的嘩包 會是 可能只是銷售這件事 對 所以有沒有嘩包 不知道 但是她發表她的意見 很直接的 是真正她的意見 而又接得上 對 她倆有聊天 要接著我那些 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當然知道 這個外星少女 可以困到她 外星巴巴 同時你們在準備這個節目之前 會不會事先談 我們會說什麼 題材是她決定的 這次是讓她去選 她想開一個什麼題材 她就是選了屍尿皮 哈哈 而她又接到 不過我好恨她 我一定接到 屍尿皮是很簡單的 你不介意 你不介意 準樣的呈現出來 這個就是她們很興奮 或者很跳 很好玩的一面 但其實這首歌 是有點心情 情深 serious 是的 你們寫題材的時候 是交給陳詠謙 還是你聽到Demo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Feel 知道唱什麼 沒有的 不知道唱什麼 在我的世界裡 很多時候我聽Melody 尤其是現在聽新的 作曲人 是的 Edwin我和她合作過幾次 其實她的Melody 她的編曲都有很多畫面 但是在我的角度裡 可能對我來說 情感上 永遠都是一些偏大的東西 要麼是慘 要麼是開心 所以去到一些她不是終極開心 又不是終極慘的東西的時候 在我的世界裡 很多東西都是可行的 變成很多題材都可以 我不是可以選擇的東西 所以當然是交給我們偉大的填詞人 陳詠謙 去決定 陳詠謙 我們也有談 他有跟我說 是否呢 他有沒有跟我說 還是我覺得他有 因為我們有討論過 至少是歌名 想拿到一個什麼位置 所以感覺上 在我的記憶裡 好像我和陳詠謙也有說過 有啊有啊有啊 直接有 回來了 直接有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說 他想帶出我做爸爸的這件事 但用什麼方法去呈現 就是另一件事 然後他說那首歌本身是想寫給我的小朋友 而出發的 但我覺得寫給我的小朋友 而出發的時候 那個可索性 是不是叫可索性 會不會是可索性 可能性 又或者對於大家聽的時候 那個待入的程度 那個共鳴 那個共鳴會有限 亦都會限制了他本身想說的道理 那個道理其實是可以 應用在不同人的身上 但若然那個歌詞 本身的方向是太過 在一個方向 就很難會讓大家 找到那個訊息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 調節到 那件事不僅是 適合婦女關係 原來源頭是這樣 但其實他也有很多那個元素 因為那個文案都沒有寫明 是寫婦女情的 所以就由首先收到這個demo Edwin的demo就是聽到 一個unison的聲音 兩把男女聲的合唱 接著就要找什麼人合作 然後跟陳惠謙談什麼歌詞 不如就婦女這個題材 有這個element在 找一個seeker比較像女的角色 這把聲音合作 其實那件事最終也有一個 這樣的效果 因為如果我 都不是 我都三個 三個 你這個demo的造型 就像一個 白白的 老人家的樣子 對 但是 以我seeker的年紀 他的性格 令我有一種 會幻想我女兒大大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的感覺 但現在他們很明顯是沒有代溝 一起屎尿屁是很好的 但唱歌時 我不知道用不需要這樣想 剛剛大家 是不是在RG看到陳伯 韜韜不絕在說話 其實都是回答其中一個問題 有人問 會不會開展示 有沒有20周年紀念演唱會 是的 20周年演唱會其實很悶 經常都是回答得很正 所以可能21 19 22周年演唱會 他說出道來幾多日 三千多日 對 八千日演唱會 八千三百六十二日 紀念演唱會 什麼悼念 知道什麼之前的 對 悼念23歲陳柏與追思會 神經病 這個很厲害 我猜過你 不准 他正在用答Flash的方法 對 我認真了 OK 然後 還有問今晚的MV會不會有Sika 今晚的MV 用Flash的方法回答 今晚的MV會不會有Sika 那就看你的幻想力豐不豐富 你可以當裡面任何一個女生是Sika 陳生最近有沒有學唱歌 什麼時候才不用再帶阿咕唱歌 這個也有問題 什麼時候不用再帶阿咕唱歌 就簡單 就是哭完的時候 還有沒有學唱歌 當然當然有 無止境 因為那些練習 好像是做健身 操練自己的聲音和唱法 今次這個碟是否跟不同人合作 是否類似Lost and Found Lost and Found 是跟幕後團隊合作 今次暫時都是以幕前的人合作 其實原本是 這個很難亂回答 其實原本是否有這樣的題材 其實是不是的 但那件事也好像做了一件事 然後就是Ride the Wave的感覺 即是 既然是這樣 不如又去做這個方法 看看是怎樣 他一開始方面也有說 這首本來也沒有一個唱單位 對 對 對 應該要有人對唱 然後大家就好像有跡可尋 不是啊 你上手又跟誰 今次又跟誰 下手是跟誰 對 下手就出手讀唱 哎呀 你不是應該吃著這條水 摺著這個籠 今次被你猜到我還叫食神 即是未計劃下一首 因為也有朋友問 今年會不會有其他歌曲 還有兩首歌已經錄好了 哇 但不是兩首是三首 但其實我也不知道哪首是下一首 但那三首都沒有另一個合作單位 幕前單位 也有 哈哈 是啊 哈哈 獨唱就當 bonus track 哈哈 有時候他開始可以說一些真真假的 其實計劃了 但他第一次回答的方法就是 我不告訴你 隨便 可能是 你猜一下吧 不是啊 我很不想回答鐵一般的事實 對 到時候唱功做不到 其實Edward的團隊已經幫他搞定了 拆劃了所有事情 但他就告訴你 不知道 第一點吧 因為他有一首是讀唱 哈哈 接著有合唱 另外那個合唱單位是男還是女呢 另外一個合唱單位是女來的 哦 是新印度的歌手 還是 對於我來說 每個人都差不多是新印度的 哈哈 以我連資而言 未到二十周年 OK 還有什麼問題問問 有沒有機會再做世界巡迴呢 去不同地方開場 特別是澳洲的這位粉絲 你可不可以去澳洲 實有機會的 我跟Edward也答過 你出錢我出力 然後那個人就說 好了我儲點錢買票 其實我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我叫你出錢開 搞的 主播 哈哈 這條問題挺有趣的 見過你一次真人 陳伯你很nice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你帶我去坐車 在哪區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帶我去坐車 她叫Grace 帶她去坐車 真的不奇怪 我可能也有丁屎印象 因為因此順路 我好像真的有印象 因為我又剛好向著那方向走 然後她問路 是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然後我就不如我們一起走 因為我也是走那邊 即是記得 她不說我又不會有這樣的故事 在我腦裡出現 《戚餐樂壇》 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到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快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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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啦